美国衰落这个话题说的不是一两天了 但有很多朋友讲 不是总在讲美国衰落了吗? 为什么到了具体的问题上? 好像美国看上去还是很能打 比如乌克兰危机 到目前为止 美国还是略占上风 包括之前 美国虽然碰到了不少大事 包括银行危机 美债危机等等 可是美国似乎都能够跨过去 而且 美国一直在制裁这个 制裁那个 一会搞脱钩 一会讲重建产业链 一直还是处在公式的状态 这么看的话 所谓美国衰落 是不是大家太乐观了? 从表象上看 好像确实是这样 但从本质上来说 我们说美国的衰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即使在衰落的过程当中 但它依然还有相当的能力 所以看上去还会是很能打 我们讲的是衰落 不是崩溃 崩溃是短时间内发生的 而衰落 它是有一个过程 我们讲美国衰落 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的 金融危机之前是冷战结束 那个时候美国狂的不行 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 美国才真正碰到了大问题 这个时候 大家才开始说 美国开始走上了衰落之路 2008年到今天 不过也就是十几年 这个过程究竟会多长 如果做一个比对的话 我们看看英国的衰落用了多长时间 历史学家中大家公认的英国的衰落 是从第二次布尔战争开始的 第二次布尔战争从1899年10月到1902年5月 这次战争是英国人 针对在南非的布尔人发起的一场战争 所谓布尔人 说是在南非 其实是荷兰人 是早年移居到南非地区的荷兰裔人 当时布尔人的人口只有44万人 英国先后投入了45万军队 伤亡21000人 花费了2.51英镑的军费 才把这个仗最终算是打下来了 可能有人说 区区2.51英镑算什么 这需要考虑币值的因素 那个时候的2.5亿英镑可不是今天的2.5亿英镑 那个时候2.5亿英镑相当于当时的20亿200银 当年八国联军侵华最终签订薪酬条约 满进政府的赔款才不过是4.5亿200银 打这么一场布尔战争 英国人花的钱相当于20亿200银 难怪从这个时候英国开始衰落了 但日不落帝国的崩溃真正发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中间隔了半个世纪 英国在衰落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的英国依然还能打 起码一次大战 二次大战 英国都是战胜国 这个时候最大的特征是在衰落过程当中 把全国家的增量逐渐归零了 大家说美国现在增量没有归零 美国经济增长好像还挺快的 至少比欧洲的一票国家还是要快不少 从这个时间段看 美国的经济增量仅次于中国 这个地方讲的增量逐渐归零 指的是相对的增量 举个例子 二战结束的时候 美国的GDP在世界的占比差不多是一半 现在是多少 显然少得太多了 一看这个过程 我们就知道美国的增量 在衰落过程当中是相对的逐渐归零了 增量归零了 是不是就不行了呢 不是的 对于霸权国家来说 它还有存量 有巨额的存量 在衰落过程中看上去还能打 甚至很能打 靠的就是存量 通过释放存量来产生力量 才产生能打和很能打这样一个表象 英国衰落过程当中释放存量 通过英日同盟释放一部分在远东方向的霸权存量 释放的对象主要是日本 结果日本发展起来 打败了沙俄 再看二战当中 二战当中英国已经进入到衰退的后期 这个时候 它依然还有存量 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美国的租借法案 二战初期德国占尽了上风 英国不行了 想从美国取得帮助获取支援 美国当然不会凭空地给它支援 于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搞了一个租借法案 这是什么样的租借法案呢 英国在世界各地有许多的军事基地和海外领地 把大洋上这些海外领地和小岛租借给我 这样一来 我给你提供支持 这相当于英国放弃了长期以来它保存的地缘优势 把这个地缘优势转交给美国 而美国为英国在对德的战争当中提供全面的支持 这就是通过释放存量来获取力量 其实美国的释放存量我们也见过 二战后经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美国的国力明显感觉到不足 这个时候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了所谓多极化的理论 多极化实际上相当于一个诱饵 把美国的全面霸权释放出来一部分 欧洲的一些国家 比如说英法德 包括亚洲的日本 都可以获得美国释放的存量 某种程度上 中国当时也获得了美国释放的一部分存量 而释放存量的美国似乎又活了过来 从当下来说 美国的经济制裁 长臂管辖金融制裁也是在释放存量过去 美国在它的全盛时期建立了一系列的霸权 不仅有经济霸权 军事霸权 软实力的霸权和地缘霸权 也包括了技术的金融的霸权 现在美国采用长臂管辖 金融制裁 经济制裁 所谓重塑产业链 供应链这一套 都在释放它的存量 最近 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接受了一个采访 采访当中 耶伦就表示 美国对俄罗斯 伊朗等国采取的金融制裁措施 面对的风险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破坏美元的主导地位 美国的制裁实际上是在释放美元霸权的存量 这些制裁看起来好像给对手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但它正在破坏美元的霸权地位 欧洲的央行行长拉加德4月17日也表示 中美竞争加剧 紧张局势将动摇美元的统治地位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上个月也曾发文指出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 美元的主要外汇储备货币地位 不会在短期被取代 但更有可能是在未来 逐渐与其他货币分享影响力 但美国滥用经济制裁 和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渲弱 将加速这一过程 存量的释放总是有限度的 存量释放到无可释放的时候 最后就是崩溃 英国的霸权 它还不是一个完全解体崩溃的过程 用好听的话讲是软着陆 美国会是怎么样 会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呢 这取决于美国决策者 接下来采取的政策 关注我 了解更多国际时事